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3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 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就一个主题 驻美大使崔天凯离任 中国外交一个时代的终结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崔天凯 崔天凯是中国驻美大使 那么 谁接任 关于崔天凯的故事有很多 那我们今天从 从中国外交 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讲 崔天凯 崔天凯6月22号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他将于本周离任 带着 在美国多年的美好回忆 和各位给予的友谊返回中国 在前一天21号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方网页刊登了崔天凯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治全美侨胞的词别信 这个词别信 他在这个信中说 自从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 他说 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重构 面临着对话 合作 与对抗冲突之间做出选择 他这话说得很 很平静 但是 波涛汹涌 那么崔天凯担任驻美大使8年 他的风格相对温和 不同于目前中国外交部流行的战狼风格 而且他曾经说过 说过这个散布 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 这个 外界对他非常的 刮目相看 他说出这番话来 按照传统 那么 中国驻美大使要离任 那么华盛顿的名流应该举行欢送会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方面有没有人去欢送这个崔天凯 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 崔天凯其实也没闲着 那么 在 在发表这个词别信的当天 那么崔天凯 访问了俄罗斯驻美大使馆 那么和刚刚重返 华盛顿的驻俄罗斯驻美大使 安东诺夫 举行了会面 然后安东诺夫 向崔天凯介绍了 日内马举行的美俄高峰会 这个的情况 然后 美俄高峰会之后呢 拜登曾经说过一嘴 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处境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 在给他挤压 再挤压他 因为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走近 中国就在挤压他 那么当然这个中美 中俄驻美大使见面 算是对拜登的一个回应 也反映了 中美俄三方的关系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 什么细节呢 崔天凯的告别 是在推特上告别 等于是向美国人民告别 说 带着在美国多年的美好回忆 和各位给予的友谊 如果他是这么表达的话 等于是在向美国告别 他就在推特上告别 然后呢 官方的官网 刊登了一个治全美侨胞信 理论上来说呢 他应该是 首先有封信 告美国人民的一封信 向美国人民告别 然后下面才有一封信 向美国 侨胞告别 侨胞也是美国人 但是他的这个做法呢 有点 有点微妙 就是 就说他没有正式的向美国人民告别 只是在推特上说了一嘴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崔天凯 崔天凯是69岁 理论上来说部级干部 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5岁 他等于是超期服役 然后他在这个驻美大使的任上干了八年 一般来说在中国 一般外交部驻外大使 一般是三到五年一轮换 不会在一个岗位上干 干到八年也是超期服役 那么这个崔天凯是2013年 上任 到美国任大使 那么从2013年到现在 基本上崔天凯 这八年时间 完整的经历了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 完整 非常完整 那么崔天凯的离任 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 什么时代 就是中国对外关系顺风顺水的时代 结束 就是说 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说 过去10年时间 基本上是中国外交史上 最顺利的这10年 经济蓬勃 那么和西方的国家 因为冷战的结束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的好 然后中国又在悄悄的 推进他自己的政治进程 而西方国家蒙然不知 然后这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的融合 那么这个世界最怕什么 就怕有心人 中国就是那个大家都在 都在干别的 他很有心在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中国的外交过去10年 顺风顺水 崔天凯这段时间 正好在美国做大事 所以我为什么讲 中国外交 中国的外交核心是 对美 中美关系 是中国外交的核心 虽然不是全部 但也是 也是大部分 所以 那么 崔天凯的离任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顺风顺水的这个日子的结束 那么往后的日子 竟是惊涛骇浪 那么 崔天凯这个超期服役呢 当然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第1个 崔天凯在这个岗位上的重要性 第2个 对习近平来说 崔天凯在这个位置上很重要 而且 很得力 就是他用的很得力 否则他不会让他 继续干下去 这是第1个 第2个 在中美关系急剧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中美关系 你想一下 就这一两年的时间 急剧的变化 从2019年贸易战开始 到了去年的这个疫情 去年疫情基本上双方就翻脸了 那么临阵换将 兵之大忌 所以崔天凯一直干 干到现在 这就是 崔天凯超期服役的原因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超期服役的人是谁 刘晓明 刘晓明是中国驻英大使 他比崔天凯更厉害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11年 非常牛 所以可见 刘晓明对中国外交 去控制欧洲这一块 影响非常大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法国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德国 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岗位 那么崔天凯离任的消息已经传了三四个月 其实 那么起初呢 是准备在两会 两会结束后 任期正好八年 三月份到任 就离任 但是 中间就延长 延长是什么 延长我估计 我估计是因为 拜登政府上台 新上任 新上任中间有些交接 双方 中国还有些期待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什么 另外一方面是这个 3月份 3月18号举行的阿拉斯加会谈 阿拉斯加的中美战略对话 那么需要准备 所以这段时间不就3月份4月份不就忙活这些事情 然后3月份4月份完了以后 就开始 开始 开始做这个工作 那么多位新闻网分析说 崔天凯离开 反映了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他认为中美近期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很小 为什么 因为按照白宫的预期 20国集团 手脑峰会 是个可行的场合 也就是说今年20国峰会是今年的10月30到31号 意大利罗马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筹备习近平与拜登的 会面 将会由崔天凯的继任者完成 因为你看 中间还有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那就算 那就退了 应该是这个想法 那么这个也符合什么呢 符合拜登政府把中国和中国开展接触的时间 安排在下半年的时间 我们之前也一直预期 这个拜登政府上半年主要是要搞一些国内问题 搞一些盟友的问题 真正跟中国 正面的交锋应该是在下半年 把这所有东西全部部署好了 再来交锋 下半年还有个时间节点 就是 一个 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白宫完成对华战略的评估 这个工作是要用半年时间完成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情报机构8月份 5月份 拜登给的任务三个月 也就是8月份 美国情报机构要 在8月份公布对武汉肺炎疫情 溯源的调查报告 你看这两件事情都在下半年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美国驻华大使已经空缺了半年时间 那么拜登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人选 虽然我们之前也传过 传了两次了 这和什么有关 跟和两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就是 当前 就是和美国政治周期有关系 和现在华盛顿的氛围有关系 那么驻华大使悬空也凸显了拜登政府 不想跟中国在外交上太热闹 太热络 这是大概是 关于崔天凯这件事情 那么谁来接任 那么现在的 应该不出意外 应该是外交部副部长 秦刚 秦刚呢 就做过 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做过礼宾司的司长 他是没有美国业务经验的 就是他做的所有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 没有美国业务 那么现在外界有评价 说这个 秦刚跟这个习近平关系不错 因为他做过礼宾司的司长 礼宾司的司长就是安排这个领导人见面的这个 具体的细节 那么由此判断 对习近平而言 政治信任比 住在国专业经验更重要 我觉得这分析不靠谱 当前中国的官场上 任何一个人 都想跟习近平关系不错 但是这事 他做不了主 习近平 习近平得看得上你才行 这底力啊 也说明 媒体对秦刚没有料 只能按照这个岗位 给个说法 我看了一下 看秦刚的履历 就看不出来 为什么要派他去做 驻美大使 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2月9号 今年2月9号 外交部有个吹风会 吹风会呢 就关于这个 关于战狼外交 然后就 外国记者就有提问 那个吹风会 场景跟记者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不一样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是一个舞台 那么发言人就站在舞台中间 底下是个会议室一样的东西 下面全是记者 那么这个吹风会跟那个不一样 吹风会呢 它是个会议室 会议室呢 它就是一圈 一个椭圆形的一排桌子 秦刚坐在最前头 记者 一桌 沿着桌子 等于像个椭圆形的办公室 就这样的一个形态 秦刚就回应 关于战狼外交 他说 有人说中国搞战狼外交 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前有国家 和有的人对中国进行毫无底线 毫无根据 毫无底线的抹黑诋毁 他们 恐怕都不能用战狼来形容 那就是恶狼 同世界任何 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外交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国家尊严 面对针对中国的各种没有底线的攻击 中国外交官当然要站出来说不 这和一位的市强完全是两码事 有人无缘无故的骂人 还不让别人还嘴 是什么道理 然后这个新华社稿子呢 就把他的这个口气全部 变得很强硬 比如说 是什么道理 新华社就把它改成 岂有此理 这就是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区别 看了这段视频 我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 秦刚的业务水平不高 和崔天凯比 天差地别 差不是一个级别 两个级别的问题 差别非常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 秦刚的性格不算强势 他的性格大概跟崔天凯有点像 差不多 那么这反映什么 当然中国的人事任命 这个偶然性很大 中国的人事任命大部分不是优选 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时代这个人事任命 基本上不是优选 是根据关系来 但是驻美大使这种业务性非常强的岗位 我觉得未必 未必会根据这个 这个距离远郡来 排序 但是呢 但是中国的人事任命有因为关系的 有因为资历的 有因为政治的等等 各种原因 不知道 我是判断不了 但是从秦刚的这个情况来看 秦刚的这个任期将是暴风骤雨 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因为驻美大使 你想 驻美关系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崔天凯是前面过了 五六年的好日子 然后就剩下的就是 全是惊涛骇浪 然后你看崔天凯的头发 崔天凯原来是 前些年崔天凯一头乌发 然后这两年 全白了 就这两年 你去看这照片 而且 过去一年时间 崔天凯的头发掉得很厉害 整个前面都秃掉 所以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那么还有一个 大使不能改变两国关系 大使是什么 大使是外交政策的人性载体 就是 你身上要反映 你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你是外交政策的一个人性载体 也是外交政策的执行和操作 关键不是大使 关键是外交政策 当然外交政策是人来执行 他就是那个执行的人 所以大使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不能够指望这个大使能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大使能够帮忙缓解一些问题 但是大使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真正 让两国关系处于一个某种状态的 是这两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这是核心的关键 那么我们今天有四条新闻来反映当前的 中美关系 第1条 第1条什么 第1条美国海军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第7舰队 6月22号发表声 发表声明证实 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叫 威尔伯号 6月22号下午 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拜登总统上任后 美国军舰 第6次 穿过 台湾海峡 也是威尔伯号 驱逐舰 隔了一个月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好像美国是一个月 例行公事每月穿越一次 那么第7舰队的声明说这个威尔伯号在符合国际法 的规范下 当天下午22时 当地时间 22日例行通过台湾海峡 表达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承诺 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 飞行 航行和行动 然后中国就强烈反对坚决反对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国会 然后在这个疫情追责上在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准备 那么疫情 一个是疫情追责 一个是病毒溯源 现在这个美国国会的重点 议题 热门议题就这两个 这个议题呢有两条新闻 第1条新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的众议员麦卡锡提出了一个 由八个支柱组成的计划 旨在就疫情向中国追责 麦卡锡在写给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一封信 提出了 追责的线路图 那么他在信中说 截止6月份 新冠疫情导致了 60多万美国人死亡 全球380万人死亡 的这一个疾病 有证据继续表明 中共 故意隐瞒信息 并对其所知道的 有关 病毒的真实情况撒谎 麦卡锡说 可以从八个支柱出发 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给美国人带来透明度 和正义 那这个八个支柱什么 我们来念一下 第1个 解密与新冠起源有关的情报 第2个 禁止在中国 或与中国进行功能争议研究 讲的是病毒啊 第3 禁止国立卫生研究院 向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这些恶意外国政府提供资金 4 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 并对美国的医学研究机构 进行反间谍调查 以确定 中俄 伊朗 朝鲜 对这些机构的渗透程度 5 继续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 6 对于那些在中国且与中共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有关的故意参与 掩盖新冠疫情的人实施经济制裁 与签证入境限制 7 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权 使美国的受害者可以向中共进行索赔 8 把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地点从北京移到别的地方 纳格西在信中说 他打算本周内 推出这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 最引人注目是两件事 第一个 取消中国 中国的这个主权豁免权 这是个核弹 核弹级别的动作 如果这个动作真的推动下来 那将惊天动地 这将会惊天动地 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也是中国最害怕的事情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6月21号推出 2021新冠病毒法 要求中国配合这个病毒起源 溯源调查 否则就制裁中科院和相关联的机构 法案特别要求成立国际调查队 国际调查团队 成员有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荷兰 德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 的专家 这个什么专家呢 生物学 病毒学 流行病学 生物安全专家构成 法案要求 中国当局向国际调查团队提供 实验室 和医院记录 然后并针对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市疾控中心 武汉生物制品 研究所 武汉其他实验室等地点 展开全面的见证调查 这个调查就非常的 如果不配合 然后就怎么样 就制裁 制裁围绕的中科院 中科院的领导层为主 包括中科院有关的100多家 科研院所和实验室 13个地方分院和两所大学 全面的进行这个制裁 那么这就是卢比奥 就是现在美国国会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议案也在提出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美国国会正在 全面全面的推动这件事情 而且共和党的力度更大 这是第2 第3 拜登政府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的升级 那么供应链成为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疫情令美国发现自己供应链的脆弱性 尤其是医疗物资短 令美国付出生命的代价 拜登政府最近公布了一揽制方案 希望解决 供应链领域的脆弱性 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这个政策是基于 一个百日调查报告 叫 供应链脆弱性百日审查报告 这份报告是250页 那么针对美国四个关键领域 进行了全面的审查 包括什么呢 半导体 药物 关键矿物 和大容量电池 这四个都是关键性的领域 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就是过去30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大部分供应链全部外包 外包到哪里 大部分去了亚洲 亚洲主要集中在中国 那么企业和供应链 专注什么 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供应链专注什么 专注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 这就是这个局面今天的问题 就美国的供应链会失去弹性 失去弹性就是 他只有供应商 这供应商在中国 供应商不给中国的话 不给美国的话 那这家企业就会停摆 就是没有弹性 也没有可持续性 如果那家企业出了问题 就会有问题 那么这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或者经济安全的问题 那么白宫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 说这个虽然公共卫生 和经济危机放大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的问题是投资不足 这是第1个 第2个 评估结果显示 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持和加强 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并且能够重建 价值供应链当中美国的生产能力 这是第2个 就是美国能做到在关键领域的这个重建 第4 为了解决上述四类关键产品的脆弱性问题 拜登政府将牵头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 支持这个关键药品 和先进电池在国内的生产 并加大关键矿物的国内开发 和盟友合作 解决半导体供应的问题 增加 国内芯片产量 这是他的应对方案 然后第4 美国商务部长 交通运输部长 农业部长将组建一个供应链工作组 专注解决美国在过去几个月出现的 供需 不平衡的问题 这是 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不可能也不适合 生产他需要的所有的产品 美国只能抓住 关键产品来做 这就是 这个报告的核心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经济学智库 经济学人智库 最近预估 美国经济在下半年恢复到以前的情况 今年的GDP增长将达到了6% 在2025年之前 年均增长3% 现在有一个选项 对美国来说有个选项 美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现在对供应链的优化 三个层次 第1个层次 在亚洲 把供应链从中国 迁移到亚洲其他国家 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泰国 比如说马来西亚等等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第1个层次 这个层次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主要集中在 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主要就用这种方式鼓励这种 这种转移 那么第2个层次 第2个层次就是 美国鼓励他的盟友 把他们的产业链从中国迁回他的本土 比如说日本 那么日本开始把一部分 关键性的产业链 比如说医疗设备 医疗产品 医疗保健产品 从中国迁回日本 那么其他的也是一样 美国在鼓励 美国在鼓励他的盟友这么做 这是第2个层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电子产业 从 从中国大陆迁回台湾 从中国大陆迁回 韩国 从中国大陆迁回日本 等等 这件事情都在发生 这是第2个层次 第3个层次就是北美自贸区 北美自贸区中间有个国家叫墨西哥 墨西哥的成本当然比 美国和加拿大要便宜非常的多 墨西哥是下一阶段 美国利用 北美自贸区的优势 北美自贸区是有优势的 那么长期经济的一体化 然后就是庞大的自贸区的各种措施 然后还有运输 运输形成短 还有顺畅的这种政策协调机制 三国政府关系很密切 协调起来很方便 所以呢 北美自贸区是美国利用的另外一个层次 最后的层次就是什么 最后的层次就是 美国认为 最重要最关键具有战略性并且 有领先性的产业 让他回流美国比如说芯片 大概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就他整体的部署的战略是一个这样的战略 这个战略需要时间 这不是一两年两三年能够见效 大概是三五年要见效的事情 但是这三五年一见效 效果一出来 这叫什么 就在 广东话叫 回不去的了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盐田港 盐田港 今年三月份苏伊斯运河发生那个 这个 集装箱货轮搁浅事件搞了一星期 搞了一星期呢大概堵塞了25万只 集装箱 推迟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 这次事件对整个全球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考验 所以实际上那次事件 会令很多跨国企业在考虑 他的产业链怎么布局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是第1个 那么这次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深圳盐田港 盐田港 我们上次讲有25万个集装箱 这个苏伊士运河堵塞 现在盐田港有多少个 50万个 50万个集装箱现在现在有50万50艘集装箱 货轮 滞留在这个盐田港周围 那么有多少个这个集装箱呢 有35个集装箱堆积在码头上 他要装到船 船去美国去欧洲 那么现在有50艘船 那么盐田港的官员说 货运作业通常每天处理是 36000个集装箱 就是那个 那个龙门 叫什么那个吊车 把那集装箱 装 吊起来然后放到这个 货船里面去 一年一天可以处理36000个 那么本月初呢处理能力只有通常的30% 现在恢复到了70% 那么由于这个排队的船实在太多 消化这些堆积的这个50万支集装箱要到月底 甚至会更长时间 为什么 5月21号 这个深圳盐田港 发生了6名这个货轮作业工作人员的感染 引发了一系列的传播 到目前为止 这一轮就是跟盐田港有关的这一轮这个 这个感染有13人 盐田港 那深圳对 盐田港区 盐田港是个区 盐田区 盐田港在盐田区 那么盐田区和龙岗区进行了五轮核酸检测 并对目标人群 进行这个疫苗接种 但是这个疫苗没卵用 然后呢 港口员工和船员之间 不可以接触 之前就是因为这种接触感染 要求这个港口的员工不能回家 搞了一个 216座 这个 临时建筑 让这些港口的工作人员 住在这里面 不能出去 结果导致什么 导致集装箱的能力 急剧下降 所以呢 所以恢复要到6月底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 这个船运公司叫马斯基 马斯基说盐田港因为疫情导致严重拥堵 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在全球贸易中仍然普遍存在 那么现在还不是旺季 要再过两个月 那就进入什么呢 进入圣诞旺季 圣诞旺季 那个时候再出问题那就 那就麻烦大了 但是现在也够呛 过去一年 40英尺的集装箱从 东亚运到欧洲和北美的平均成本增加了三倍 那么盐田港这个问题出来之后 价格继续在涨 这就是拜登政府面临的现实世界 几点 第一点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全球产业链 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能力 这既是路径依赖 也是生产力的依赖 是第1条 第2条 其他的 其他地区的生产能力和配套 配套需要时间 这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 最最重要的不是 不仅仅是时间 需要投资 谁来给钱 这是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拜登政府的 拜登政府的战略要奏效 首先要要求 所有的人 都相信 拜登的理论 而且 美国的盟国必须信任美国 才能成事 就是说 才能 用美国的角度讲 叫优化产业链 优化产业链 但是在成事之前 拜登政府不可能 和中国进行 一刀切式的脱钩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拜登的策略 拜登政府的策略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渐进是关键 我们要看到结果 就需要时间 这就是 现在 拜登政府的 面对的现实事件 就是有这样的样子 那么中国那边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什么 好像我没看到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鸣谢 提问 请问王老师 蒋勇律师突然猝死 是否有可能与中共内部权斗有关 是否意味着 最高院一些领导也可能被 诉证 我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我只是看到了这个新闻 但是不知道原因 提问 伴随着崔天凯卸任的消息 有报道说 胡 胡也要退休 胡 胡雕盘啊 请问王老师 这是否说明目前的外交和宣传的政策 和方针会进行调整 都是到年龄了 崔天凯都超期了 所以 崔天凯我不觉得是 跟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胡雕盘 你也不能老站在那位置 不让吧 那底下人怎么办 升不起来呀 所以 你到时间了 底下就会有人拱你的了 我不知道 会不会 我觉得 我没有看到宣传政策有什么调整 观点 中国人像被圈养在悬崖边 铁墙边的仓鼠 逐渐与主流人文世界隔绝 这些仓鼠要么撞墙 撞得头破血流 要么堕入无底的悬崖 剩下存活的仓鼠 苟延惨喘 观察每天发生的惨剧 并祈祷灾难不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而顶头的塑鼠为了维持个人的政治权利 推动自己的政治进程 不断的把自己和整个鼠群 推向悬崖的边缘 新疆和西藏 是一切倒退的明确标志 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和豢养的仓鼠没有区别 情况 称愿带头施打中国疫苗的国民党前立委丁守忠 今天被爆出 早在5月 就利用特权 施打AZ疫苗 本人也证实 确有此事 真是一群无耻的混蛋 他们无耻 我真不意外 国民党无耻 真不意外 情况 今天 今天天同律所主任 吴宋集团董事长蒋勇律师 心脏病突发去世 时间蹊跷 刚好是最高院要 要政法整改前一周 蒋勇创立的吴宋网 在前两周 时间是有点蹊跷 最高院 下一周吗 不是应该早就开始了吗 我不知道 脑子没记住 提问 王老师很荣幸赶上您的直播 今天国内有新闻说 要用公积金存量来推动公租房的 Rates 我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请问是挪用吗 会影响到公积金的 存取和使用吗 会不会增加个人 存缴比例 这个新闻 第1个 跟公积金的存用没有关系 公积金是个存量 是一笔钱 一笔资产 放在那里 那这笔钱 总是有人打他的主意嘛 对吧 一坨猪肉放在案板上 管这个店的人总是想办法在这坨猪肉上上下其手 就有点像社保基金一样 所以跟你这个存缴没有关系 主要是那笔钱怎么投资的问题 投吧 这么 把这些要命的钱拿来做这种风险投资是非常 非常不到的 特别是拿这个 这个公积金也好 社保基金也好 拿来做这种高风险投资 都是既愚蠢 又疯狂 的行为 情况 我家人是北大 负责留学生申请审核 申请者大多是拿着外籍护照的中国人 这个不意外 情况 我前男友是欧洲某国的中文系学生 曾经两次来中国公费留学 他说每个月的奖金是3000元 根据奖学金不同数量也不同 我们共同的朋友2019年去云大云南大学研究生留学时期 因为云大的什么党活动被拉去唱红歌 学党思想 两次来中国只隔了两年 但是政治气氛完全不同 2019年中共对外国留学生的渗透让他们受不了 这个 那不叫渗透了 那就直接洗脑了 情况 现在微信警察和交警相关的 公众号开始推送各种严打通知 朋友警察也说现在每天很多行动 各种警察和交警演习 晚上更多 多了很多巡逻 我猜是5月 全国各地的恶性事件 导致全国开始 加紧维稳 这是一个方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7月1号快到了 7月1号一快到这段时间就进入 敏感期 中共浑身上下 都是敏感的地方 浑身养养肉 情况 坐标成都 为了创造内部消费 政府各种老城区的更新改造 为了应对国际大学生运动会 到处都在修 这里修完又修 新设 新设立新区 各种新闻报道 经常各种投资签约 各种所谓的产业投资 但最后GDP还不如老的区 新区最后还是房地产基建为主 中国经济还是靠着基建 和政府投资 没钱了 投什么投 这是有底的 投的现在没法投了 政府搞不定了 情况 国内某五星酒店工作 现在来我酒店订房的绝大多数微商传销企业 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很少 那就这样 只能是这样 微商 微商不是现在鼓励微商吗 现在鼓励微商吗 提问 昨天晚上在北京奥体中心 中共进行了庆祝100周年庆典放烟花等活动 以鸟槽为中心方圆 五里的主路和地铁都封了 范围中的所有小区出路入口都有6到8名保安和志愿者把控 不让所有居民进出 请问王老师 为了一个党派的周年庆典居然强制 要求全国人民 举国欢庆 大兴土木 封路现行 这种做法真的是不会引起普通大众的抵触情绪和 和情绪吗 你这问题问的 你让我怎么答 我真的得去调查吗 我这调查不了 你要我拍脑袋说 我又不想说 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中共在做这种 我们叫这种保安措施的时候 越 怎么说呢 越严格 领导越高兴 所以他做这些事情的人就会 尽量的能顶格就顶格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到在中国 这种保安 各种保安措施 上来都是最大的 问题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票啊 你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我今天看 我今天看什么呢 我今天看那个网站都是 刷屏了 刷屏了 就这个烟火 这个烟火刷屏了 老实讲呢 放烟火很正常 庆典放烟火很正常 但是呢 中国放这个烟火呢 老实讲 就真的是扰民 真的是扰民 中国老百姓也是没有办法 情况 我们美国客户 深圳采购公司 五月就通知 今年的旺季比去年提早一个月 让我们把库存拉高 当然也考虑物流的因素 为了黑五 和圣诞节 然后订货量 急剧升高 我们对工厂而言 旺季已经到来 同比提前 OK 是吗 提前一个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现在已经到了 一个半月就现在就到了 五月份 你现在都五月 现在都六月份了 现在就是旺季了 那现在旺季有盐天港这个样子 那就死窍了 那这个圣诞节的供货期有问题 今年大家在美国 在欧洲买 买圣诞礼物的时候 会有一些缺货 就大家不要意外 一定会有的 情绪 今天的香港日报宣布周五停刊 令人难过 希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各大媒体可以聘用这些记者 来报道中国相关的新闻 并且帮助他们的家人移民 保障他们的安全 非常好 这个建议非常好 现在有很多 其实现在美国 澳洲 英国 加拿大 都有 都有叫什么 叫 安全艇的救援计划 这个香港人应该还是有很多 如果他真想走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渠道 特别是加拿大 加拿大跟澳洲 情况 科大讯飞公司今天发 全员 邮件 要求两天内全员手机安装公安 防诈骗APP 虽然没有完全逼着必须装 但是估计离强制安装不远 好难过 就是不让你翻墙 其实那个APP的任务就是监控你的手机 在干什么 观点 中共的风声鹤唳只能证明 中共内心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 是的 是的 情绪 9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 工作十余年后 回到大陆安家立业 所幸 所幸 从未被洗脑 如今已经已过不惑之年 面对文革2.0的情景 选择肉身翻墙成功 再次回到自由世界中 反思自己过去几十年 唯一可值得称道的是从未被洗脑 一直保持了清醒 自省 规划 规划的生活方式 真的厉害 真的好厉害 90年代 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就能出国 这已经很厉害 然后还能回国 创业 是更厉害 然后 发现形势不对 又肉身翻墙 哇 佩服佩服 厉害厉害 情况 广州大学城的新海音乐学院 确认一个病例 现在已经封校 其他学校站未见异常 就是疫苗没有效果 疫苗没卵用 结果就会是这样 情况 当初在采购疫苗时 国民党还要弹劾 台湾疾管署 指挥官 因为疫苗买贵了 还要成立调阅小组 过了三个月 疫情爆发 还有脸带头上街要疫苗 现在还有人一边要中共的疫苗 一边偷打 国外的疫苗 厚颜无耻 这就是现在的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就这样厚颜无耻 台湾人 还看不懂 我就觉得就不是看不懂的问题 现在还跟着国民党跑的人 就不是 看不明白的问题 那就是存心要干点坏事的 观点 王老师你好 美国重整产业链 拜登政府即使 成功连任 八年时间也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要摆脱产业链依赖 美国政府产业链迁移的政策延续性 是重整产业链的关键 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 不能够你指望一个政策 上来一出来马上见效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你把多少产业链搬走 不是这个 最最重要的是趋势 你要形成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起来之后 那就很难改变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 80年代 90年代 90年代的台商 90年代到2000年左右 那段时间的台商 台商把厂子搬到大陆去 或者去大陆投资 变成了一个风潮 所有人都在干这件事情 台商之间互相一问 就是你在哪里干场 这就形成一个趋势 趋势就很难改的 比如说2000年前后 全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 每家跨国公司 他的董事会都会问他 一句话 你有中国计划吗 意思就是 任何家上市公司 开记者会 开什么业绩报告 记者都会问他 你们有什么计划 投资中国吗 这就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会起来 就是这种风潮起来 这种趋势已经形成 所以产业链为什么会一下子跑到中国 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那是中国盖的吗 当然不是 共产党一个工厂都不会盖 你看他盖的什么破工厂 都是这些全世界这些最厉害的企业 跑到中国去盖工厂 中国才会变成世界工厂 为什么会这些世界最厉害的企业 跑到中国去盖工厂 因为已经形成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形成了 那你就不用管了 基本上 大家会 会自动自觉把事情给办 你就不用管了 所以 这跟拜登总统的任期没有关系 拜登政府要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把所有的政策 安排好 把所有的盟友说服好 然后把这件事情起头 让这件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在干 比如说芯片 芯片的这个 回流 那上来 台积电 台积电 开始盖场 三星开始盖场 然后英特尔开始盖场 这个厂子全在盖 这不就形成一种潮流 趋势 趋势一形成 你不干 董事会就会找你麻烦 不仅董事会找你麻烦 股东也会找你麻烦 这个股票就会跌 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你要是没有中国计划 你的股票就会跌下来 所以 趋势很重要 拜登政府不需要完成这个动作 他要把这个趋势形成一个这种趋势 这件事情就成了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情绪 今天收到邮件 苹果动新闻于6月24日零日零时起停止更新 感到痛心之鱼 还有无奈和无力 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式画上一个句号 收拾完传统媒体之后 接下来有可能把枪口对准自媒体 深居香港的实时评论员会成为当局打击的目标非常正确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YouTube这些 这些做YouTube的这些 这些实时评论员要注意安全 情况 现在几乎各个高铁 地铁 汽车站 公安 人手一个 向过往的旅客 推广反诈骗APP和相关工作号 就是要把你的手机监控起来 反诈骗APP就是一个控制你手机的一个软件 情况 今天逛商场 有好几个人在推 防诈骗APP 情况 今天想给在北京居住的亲友发一盒化妆品 被告知 非常时机 化妆品拒发 这不算发不了了吧 应该 情况 高铁两次安检 非北京航班的安检 真够奇葩 把行李全部打开 一件一件的查 我记得这是非美国的航班才有的安全标准 高铁都已经 OK 情况 裁判书 裁判文书网上 行政裁判文书几乎被删光了 就是中国在 中国在往回走 提问 立陶宛打算捐2万疫苗给台湾 请问王老师 立陶宛的举动对中国 与东欧的16加1合作 会有很巨大的影响吗 你问这个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对台湾是有影响 说明什么 说明 这叫什么 这就叫价值观联盟 价值观联盟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这个 2万剂疫苗并不多 但是这是个新意啊 说明什么 说明台湾不是孤立的 台湾受到价值观联盟的支持 这个很重要 那跟以前不一样 那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台湾有人理吗 台湾没人理好吗 情况坐标 王老师好 我在新加坡的美国一个芯片 芯片代工工厂工作 公司给我们集体预约打好 预约好打疫苗 那些从国内来的操作工 很多都不打美国的疫苗 说美国疫苗死了很多人 说要等中国疫苗才可以打 才去打 真的无知到了极致 我劝他们打 他们还骂我 真的很寒心 突然觉得人的愚昧是很难改变 鸣谢 谢谢 美卡卡 谢谢 云C 谢谢 John Snow 谢谢 复兴猫猫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